我度假尾声 在机场左右 所以还好 那我觉得既然大家那么关心 我就讲一下 就是我这边呢 我上节目的时候 当场真的是 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压根 都不会往那个方向想 所以不可能 会有任何质疑 去放大它去看 我们就在聊天 而且我自己好紧张 像我今天碰到那么多媒体 我也会紧张 因为我已经算半个工作人物 也没有一直长出来 所以我只要 而且我很少上节目 几乎没有上 所以我非常紧张 我比较在意我自己要 分享跟介绍的商品 然后我们的收藏 所以我觉得现场 根本没有人会去怀疑 质疑 然后去放大去看 就是在聊天分享 那后来当然 也觉得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样子 也会担心 第一时间一定会 打电话给朋友关心 安慰他 那我觉得 这是他一个人生很大的功课 我觉得他要好好面对 那也希望 真的不要 要有那种 一来一往 然后一直 时事延烧 没完没了 大家应该对这个新闻看了也胃痛了吧 觉得怎么 那么久 然后我觉得应该 希望他好好处理 好好面对 那你自己看了什么包 因为你自己有 什么收藏 你觉得他 真会 我不是专业的鉴定师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 在场 现场我是真的压根 大家完全不会往那边 去想 去放大他 那后来我觉得 比较受争议的那些 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帮他本人 代替回答 我都没有去看那些 因为你叫讯息量突然好多 所以我没有办法 以我现在的条件 要带小孩 我自己的事情也很忙 我没有办法 一一去看那些东西 所以 我觉得 还是要 我也不方便 帮他本人回答 所有的 因为我也不晓得 他的东西 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 不方便帮他带答 对 对 对啊 我觉得现在 以朋友来讲 除了第一时间关心 我不能替他 发声 但是我至少可以帮他打气 希望 他加油 然后好好面对 处理这个事情 我觉得大家 现在言论自由 我觉得大家可以 我觉得大家 请大家理性质疑 理性讨论没有关系 那我当然也希望 他是理智跟 冷静回应 那 我觉得相信他 人就会相信 不相信 我觉得 这就是他今天 我就说了 马莎的人生功课 我觉得他要好好地去 应对 还好 你是说哪一方面 问我 有没有 问我 我就说我本人真的 我看到 因为我在度假回来的时候 当然我会有吓一跳 但是我没有办法分辨 因为我真的不是专业鉴定 而且我自己比较在意我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买东西 我都非常小心 我除了说一定是找相信的人 或者是在电上 我因为没有这样子去 现场没有去看 所以我们真的没有 朋友没有在提这件事情 没有问我 我觉得现在大家不要 我很不喜欢这种落井下石 或者是断章取义 带风向 我觉得希望大家就是理性讨论 那 大家都知道我 还算蛮有益气的 当然还是朋友啊 那就是鼓励他 我觉得低潮陪他走过 但是我也不会去 特别打扰他 他也一直在第一时间 已经一直跟我道歉 一直道歉 一直不好意思 他说带来 因为他知道一定会带来 我一些困扰 我就说 没有关系 我们 因为我觉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真的觉得 我相信他是不知道的 我相信他是 你知道他爱买的程度 到他在婚礼那一天 不是有 你们也在问我 怎么穿一样的 我当然没有借他 我才不会做那么无聊的事情 所以我就赶快 所以我才在第一时间 其实我平常不会这样子 我第一时间就赶快帮他澄清 就是因为 我不要让他觉得说 是有人借他的 然后他其他的都是 受争议性的 我就是说 那个真的是 他当场我们在录女人 我最大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我好喜欢你这件哦 我可不可以跟你买一样的 他当场打给他的sales 他就是这么爱买 然后就是爱买到他就是当场买 所以我知道他是在台湾店上拿的 拿了以后 他什么时候要穿 我不能 这是他的东西 我不能规定他什么时候穿吗 我不能控制他 所以 所以 没有 我们没有 我大部分跟他碰面都是在工作场合 然后录影时间 这样子 所以 我们就会在台湾云和 然后转发 我们就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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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